各位合作夥伴們,大家好。歡迎來到貝爾文安教育學院 WatchGuard錦囊妙季第28季。 這一季要教大家如何使用 WatchGuard好用的小工具。 它可以來幫助你監控你們公司或組織裡面的流量,即時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的HosterWatch。 那事不宜遲,我們就來使用我們的HosterWatch小工具。 首先呢,我們進到WatchGuard System Manager裡面。 那我們在這個圖示可以找到說,這一個就是HosterWatch。 檢顯下去之後,你會看到說這個樣子非常豐富。 這就是整個組織現在目前在使用的概況。 那這裡要記住喔,預設來講它是每個Request,就是每一條間隔是5秒。 所以它統計的紀錄呢,就是這5秒鐘。 OK。不管是它的detail啊,或是哪一些流量啊,總量啊。 就是在統計這5秒鐘裡面的東西。 資訊。OK。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呢,我看到眼花撩亂。 眼花撩亂。那這邊可以去做Fuel的設定喔。 我們可以勾選。我們可以說,我們只想看到UserNate。 我們只想看到總媒體。不想要看到那麼多分點。 這也都可以去選擇喔。 那這邊是,可以看到說它間隔幾秒去做Refresh。 這邊也可以來做調整。 再來呢,我可以針對Policy的部分去做修改。 OK。你可以看到說,這邊就是我們的設定Policy部分。 我可以只看到哪一條。我也可以全部都看。當然,預設是全部。 當然我們只想要看到哪一條。想要了解這一條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也可以只勾選這一條來專注來看觀察。OK。 好。那我們看看下面這部分喔。可以看到說, 每一條每一條Request,每一條Action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功能。 做一個功能喔。 我們點選右鍵,我們可以暫時性的激導。 也就是說,如果我覺得這是異常。 我覺得這個.5,點106,到這個FQ點,是異常。 它用TeamView。 那我想要不要Block,我們直接點選Block起來。 那大家可能會有疑問。欸?我Block的話是,我永久了嗎? 我不是喔。 它是暫時的。 當你做阻擋,做封鎖之後。 它會出現這個畫面來詢問說。 好。 那這個暫時的阻擋呢。 你要阻擋多久。 OK。 預設是20分鐘。 當然啊。 這裡都可以做調整。 那整體來講,Postwatch的部分呢。 它除了可以觀察到流量。 它還可以做到暫時性的Block。 是非常好用的小工具喔。 好。 那Postwatch,它的功能大致上就是這邊。 那它當然也有一些Detail的部分。 可以做微調、細微的操作。 或是Block部分。 有可能大家對於剛剛我說的右鍵這個點選。 那到底是要我要主張是目的還是來源部分。 我想要更了解Detail的話。 這邊是我的研究方式。 都可以來詢問我。 我都可以一一的回答。 或者是在YouTube上面。 你們訂閱之後呢。 如果看到我們影片下方。 如果影片內容有一些問題。 下方都可以留言。 我都會回答。 演書也是一樣。 歡迎大家來按讚。 那今天的第28季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